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中国经济放缓已经成为 专门服务有钱人的银行面临的一大通点 多年来像摩根大通 花旗 瑞银等西方银行 一直在努力争取中国庞大的富裕群体的业务 他们在中国聘请了数千名本地客户经理 希望赢得中国大陆富豪的信任 一般这些西方的私人银行 可以帮助中国的富人投资香港的股票 美国的房地产和欧洲的艺术品等等 而与西方富豪所不同的是 前几年中国的富裕投资者以冒险著称 他们愿意贷款来购买股票 向中国公司出售的垃圾债券投入数百万美元 这些都给这些银行带来了更多的收入 因为这些私人银行可以在客户交易股票 债券或是其他资产时赚取手续费 但是现在中国大陆和香港股市三年来的下跌 房地产行业的违约潮 以及中国经济的不景气 给这些私人银行的商业模式带来了巨大打击 中国的富裕投资者正在越来越多的回避风险资产 转而将资金投入存款账户 或是其他安全的投资项目 花旗财富亚洲投资策略主观表示 一些中国富豪以前认为15%到20%的投资回报率 只是一般而已 而5%的回报率的项目根本不考虑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以前他们会将中国股票和中国垃圾债券混在一起 就算是一个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了 而现在他们只接受那些真正平衡了风险 并且风险程度最多为中等的投资组合 另外过去两年美国利率的急剧上升 是另外一个令私人银行头疼的问题 因为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富人只需要承担极小的风险 就能够获得诱人的回报 一位在美国私人银行开有账户的中国高管说 他把钱转成了定期存款 每年就可以获得高达7%的利息 同时这位高管表示 他的银行经理经常给他发消息 希望他能够往账户里存入更多的钱 在中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一些私人银行在富人开户时 需要最低投入多少资金已经开始变得松动 比如说摩根大通过去的目标客户 至少要有2500万美元的流动资产 包括股票债券或者现金 而知情人士透露 最近摩根大通在香港的分行降低了门槛 客户只需要有1000万美元就够了 今年以来 中国经济因为房地产市场长期放缓 制造业活动下滑和出口下降而陷入停滞 消费价格已经连续两个月下降 这是经济疲乱的证明 在过去几年里 一些中国富人的净资产也急剧下降 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市场低迷 以及对中国私人企业长达两年的打击 打击到了整个股市的估值 而高科技企业和房地产公司的高管们 往往是这些私人银行的目标客户群 中国经济长达数十年的崛起 为服务富人的银行创造了巨大商机 研究公司的数据显示 去年中国有超过4.7万名超级富豪 超级富豪的定义为净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 而这一数字超过了除了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 去年中国的超级富裕人群减少了约7% 虽然疫情的长期影响损害了全球经济 导致股市普遍低迷 但是今年世界其他地区的股市已经反弹 而中国的基准沪深300指数 今年迄今下跌了14% 香港恒深指数下跌了15% 在大型房地产公司恒大 碧桂园 融创等纷纷发生债务违约之后 中国垃圾债券市场几乎崩溃 一位财富顾问表示 富裕客户在投资中的杠杆使用的大幅减少 也就是指向银行借款来进行交易的做法 他说这是由于借贷成本上升 以及在股价下跌时 银行往往要求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抵押品 财富顾问表示 过去亚洲私人银行客户的借款额度 通常可以比他的个人资产高出50%至60% 这给银行带来了红利 因为银行可以从贷款和交易费中赚钱 长期以来 中国的许多富裕投资者 都有银行所说的本土偏好倾向 也就是说他们偏好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证券 或者说喜欢投资他们更加熟悉的企业 而这一点加剧了近期中国资产价格下滑 对他们财富的影响 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部门的亚洲主观表示 许多中国客户和成功的企业家 过去都相当集中于某些资产和某些行业 有时候还使用高杠杆 他说三年前 法国巴黎银行就建议一些客户奔散投资 远离中国的房地产行业 并且减少对这些投资的贷款额度 但是一些客户因此将资产转移到了其他银行 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23年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 目前中国高净值人群将28%的国内投资 用于现金产品 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 他们持有的现金和存款比例 创下了5年来的最高增速 还有些人则选择了黄金 在上个月的一次会议上 瑞银集团表示 为了满足想要对冲风险的客户的要求 瑞银已经在全球不同地点增设了黄金保险库 在过去几年里 这些华尔街银行经常从自己的投行部门 获得新客户 也就是说投行部门先帮助中国公司 在香港或者美国上市 随后私人财富部门会继续帮助这些高管 来增加他们的个人财富 这是一条十分便捷的途径 因为通过境外上市 这些高管也可以合法地将他们的部分资产 转移出中国大陆 但是在今年香港IPO数量急剧下降之后 这种业务来源目前已经基本不复存在 数据显示今年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 融资额仅为50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3亿美元 下降了56% 但是私人银行家认为 中国仍然有很多机会 汇丰银行的全球私人银行业务主观表示 在未来10年或者20年内 将有数万亿美元的财富 从第一代传到第二代 这就需要大量的财富规划工作 中国与西方不同的一点是 许多欧美的超级富豪家庭的财富 是世代相传的 但是在中国 三分之二以上的高净值人士 是自己是企业家 他们是自己一手创造了自己的财富 今天帮超级富豪管理财富越来越不容易 由于洗钱问题日益严重 一些全球性银行最近更加严格了 验证客户财富来源的要求 私人银行表示 这一点也减换了他们增加中国客户的能力 以上就是今天新风实现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六度大厨 为你量身定做美味食谱 登陆六度世界 如图点击右上角机器人 图标 然后选择六度大厨 就可以开始对话了 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烹饪小游戏 让我们开始吧 你是想做早餐 午餐 还是晚餐 晚餐 好的 晚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 我们应该好好对待 下面是我的第二个问题 你希望这顿晚餐是素食还是荤食 或者两者都可以 荤素搭配 好的 荤素搭配非常健康 下面是我的第三个问题 你对哪种类型的菜肴 有特别的喜好吗 例如 你喜欢亚洲菜 意大利菜 法国菜 墨西哥菜 或者其他任何类型的菜肴 喜欢吃日韩风味的 好的 日韩风味的菜肴 口味独特 非常美味 下面是我的第四个问题 你有没有饮食禁忌 或者过敏食物 例如 你不能吃海鲜 牛奶 鸡蛋 坚果等等 不吃坚果 好的 我们会避免使用坚果 下面是我的第五个问题 你喜欢辣的食物吗 或者你更喜欢甜的 酸的 或者咸的食物 喜欢甜辣味道的 好的 甜辣的食物 确实很开胃 下面是我的第六个问题 你有没有特别喜欢 或者特别讨厌的蔬菜 不喜欢胡萝卜 喜欢白菜 好的 我们会避免使用胡萝卜 尽量使用白菜 下面是我的第七个问题 你喜欢吃肉吗 如果喜欢 你更喜欢哪种肉 比如鸡肉 牛肉 猪肉 或者羊肉 牛肉 好的 牛肉富含蛋白质 是很好的选择 下面是我的第八个问题 你有多少时间来准备这顿晚餐 你需要一个快速简单的菜谱 还是你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尝试一些更复杂的菜谱 快速简单 最好微波炉就可以解决 好的 我会为你找一个简单且快速的菜谱 下面是我的第九个问题 你喜欢用哪种烹饪方法 比如煎 煎 炒 炖 蒸 烤 或者微波 微波炉 好的 微波炉烹饪快捷方便 下面是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尝试的食谱 或者食材 现在 让我根据你的回答 为你设计一个菜谱 主食可以是面食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设计了一个简单快捷的日韩风味牛肉面式的微波炉菜谱 菜谱名称 微波炉版甜辣牛肉面 食材原料 牛肉切片200克 方便面一包 白菜100克 韩式辣酱二大勺 糖一小勺 酱油一大勺 蒜末一小勺 轻葱 适量 步骤 在微波炉安全的碗中 加入牛肉切片 韩式辣酱 糖 酱油 蒜末 搅拌均匀 将碗放入微波炉 选择中火 加热两分钟 取出碗 加入切好的白菜 搅拌均匀 再次放入微波炉 选择中火 加热两分钟 取出碗 加入方便面和适量的热水 根据方便面包装上的指示 搅拌均匀 确保面被水覆盖 再次将碗放入微波炉 选择中火 加热三分钟 取出碗 撒上切好的青葱 搅拌均匀 即可享用 点评 这道微波炉版甜辣牛肉面 非常适合忙碌的你 它不仅制作简单快捷 而且口感鲜美 营养均衡 牛肉富含蛋白质和铁质 可以提供你一天所需的能量 白菜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有助于保持健康的消化系统 方便面则为你提供了 主食所需的碳水化合物 韩式辣酱和糖的加入 使得这道菜肴既有韩国菜的辣味 又由日本菜的甜味 非常符合你的口味需求 现在 我将为这道菜画一张配图